参加日本闺蜜的婚礼,是种什么体验? 之前说到我当idol的好友Lulica凛正结婚了 由于夫妻两都是工作狂,拖了快一年才办婚礼 今天就和大家揭秘,参加日本婚礼的一天吧 一大早出门,先找Tony姐姐做头发 她告诉我在日本出席婚礼,主导这种精致壮重的编法 经过一顿操作,我的仙女盘发造型就完成了 然后赶紧坐车出发,会常在东京的尼斯卡尔顿酒店 看了一圈,女生基本是穿长裙加高跟鞋的 不过日本婚礼需要避免全黑或者全白 像我穿的黑裙子,包包就要配全色的 婚礼是夫妻俩自己策划 为了一切重简,直接在酒店的小女堂举办 开门男主登场后 威蜜由爸爸迁进来负责交接 然后在神父的致辞下,新人宣示,互戴戒指 仪式就完成了 从进场到少,花子花了20分钟,也没有搬男搬娘 接着是酒席环节 有个分子钱专区,一般朋友要给3万到5万 我提前抱在了闺蜜最喜欢的美乐地信封里 拿给小姐姐登记后,就可以进场了 能体验到尼斯卡尔顿很有名的法餐盛夜 每桌还有专属管家 两个新人进来鞠躬后,开始对现场亲友表达感谢 然后一起切开了这个巨大的草莓蛋糕 甜蜜互喂了一口 我感觉这个环节和国内最大的不同 是没什么混亲表演节目 边吃饭的同时,亲友们会轮流找新人合影 然后大屏幕上会放两个人的童年照片呀 约会纪念什么的 我这位闺蜜,主打一个从小美到大 吃到中途,外婆进场 要领闺蜜去换一身礼服 她牵着Lulica,一边笑一边哭红的鼻子 满脸都写满的疼爱了 穿上那曼红裙后,新人重新登场 老公拿着话筒 闺蜜写了长文 再次感谢父母和外婆的养育之恩 料理也差不多到了最后环节 这个餐后甜点是Lulica和法餐大厨一起设计的 作为草莓大师,婚礼也要营业 走之前还拿到酒店伴手礼 日本闺蜜的婚礼,大家觉得怎么样呢?